在感情上,许多的男人都喜欢玩不主动,不拒绝,不负责的小把戏,能够理解的是男人天生好动贪玩,并且对于妈宝男们来说,无论他怎么调皮,怎么破坏,最后都有大人们收场,他不用负责,被责骂后只是擦干眼泪,继续调皮,这是他的天性,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肯负责任的男人,只是不多,遇见了,就要好好珍惜, 遇不到,也别怪命运,渣男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是非常的常见的,相信很多女人都曾被渣男伤过,但是就像上面说的,其实对方到底是不是渣男,对方对你到底是不是真心,女人的心理其实是很明白的,只不过心里一直存在着一丝丝的希望,希望她能够变好,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感动她,但是最后往往都会落得一个变体离伤的结果, 在她面前不经意间分享你男闺蜜的一些小趣事,任促意滋生蔓延,才能够让她意识到失去,保持男性动物的烈食警觉性, 她要你消失你就消失,收起平日里嘘寒问暖,骚扰她的见样,你的工作生活通通都很忙,对她属世无睹,她若问起来,你为什么这么久不来骚扰我? 一答,你不是巴不得我消失吗?即婚前同居,同居后的你的一点一滴都被她看在眼里,比如乱买衣服,比如刮毛刀乱丢,另一两天不洗,浴室地头发一堆,要知道你的男人即使根本不在乎自己胡子拉叉,但他可在乎你的整洁,在他心里,你的这些邋遢通通都减分, 直到复分他找个机会彻底离开你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我是一单,欢迎大家关注我并在下方